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陈浩元 在东京残澳闭幕日成功击败韩国对手 奪得同牌为港争光 香港前首席单车运动员洪重音 这日出席支持港队的活动上 就即时更新在东京的陈浩元连线对话 还说对方赛后的访问非常令人感动 今早我看你的访问 就是你很感谢你的神奇妈妈 我一看到我流了眼泪 这期我已经做到一个事章 他哭得很厉害 我两个对着那个国家 不想挥杀一下他 因为其实我们十几年前 一个人家教了一个国家 然后我爸爸就 他花了很多心灵 希望我可以有一个国家的酒吧 其实他没有希望我 大红大纸或者成为一个 很富贵的一个人 他只希望我可以自己的心 港队在疫情下能够创出街截 洪重音都说对今年的奥运赛事感受特别深 还说要多谢传媒报道香港运动员的故事 以往香港人对运动员的奋斗的历程 其实就是知的层面就比较少一些 今年就很难得 因为有这么多的电视台的报导 还有也有些传媒的朋友 是报导很多关于一些运动员 他的成长的过程 和他参与这个运动项目的过程 其实每一个运动员他的经历 我可以大胆地说真是可过予的 变成多些人留意知道了他的故事 其实对运动员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认同和是一个鼓励 变成在他日后在训练的过程里面 或者在他的经历 如果遇到更加多的困难的时候 他都想起原来有很多香港的市民 都是会支持香港的运动员 他会更加努力 所以我觉得一环扣一环 我觉得香港的市民 支持香港的运动员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洪重音退役多年 不过他说到现在 依然很努力做运动的 我觉得无论参不参与运动都好 就是参不参与全职的比赛都好 我觉得每天做运动是必须的 还有运动能治百病 我就在这里鼓励大家真的多做运动 我是天天都做运动的